房地產爆煲之後 內需不足、投資不足 我都贊成要量化 始終是要來一波 國內一個說法就是 大陸過去感動發展出現的情況就是 一放就亂 但一收就死了 亂後就死了 會不會擔心人民幣接下來的 幣值都會好像日圓那樣下跌呢 有些人說人民幣 怕失控、失信 其實大陸政府現在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股壇思見 上一節的尾段 我們說過日本央行 似乎都樂觀其成 日圓下跌 近來國內其實有些貨幣政策 有很多人關注或者擔心 說什麼呢 就是銀行早前公佈 為了維護債券市場穩健的運行 決定在一級市場借入確債的 有不少分析認為 這其實都是另類的QE 擔心人民幣未來的走勢可能會偏弱 讓你解釋一下銀行的操作是怎樣的呢 為何會有人認為它是QE呢 其實全世界 所有政府都是做這件事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要印銀子 你就要印 第二個方法就是 政府會借錢的 借錢其實就是拿了市場的資金 但是其實每個政府都有時候做一些 逆回購 雖然大家都聽過 其實它背後都是透過控制 市場上高的債券 其實會引發 這個方法的銀根就會有所改變 所以它現在這個方法 其實整體來說就是 它可以拿了市場的債券 市場的資金就會增加了 所以大家覺得是良款 但是其實不是新招 大家平時常規地都會做 美國會做 中國大陸會做 香港有少一些 因為香港沒有自己的破壞政策 所以大家比較陌生 但是整體的方法就是 它吸入市場的債券 它在市場上整體的流動性就會增加了 這次特別多人關心或關注 是否份量比較大 其實也不是 我認真地說 我覺得這不是很大的新聞 因為其實提人道知 國內是出現經濟的挑戰 所以國內是量寬的 當然不是失控式量寬 但是整體你見我們國內的貨幣周期 是匯號的 例如你之前說的 無論是個案準等等 其實整體都是希望 貨幣政策上高 即是多些錢 令到企業貸貸成本低 市場資金多些 希望透過方法去刺激實體經濟 因為大陸在政治上的說法就是 在金融上不要仿效美國 西方那一套 它認為西方那一套 扭曲了經濟 令到經濟易化的 會中落很多禍金的 所以西方量化 中國就不應該量化 即是量化 即在政治上是一個要避忌的詞句 所以它一直都說不量化 但實際上房地產爆煲之後 加上內需不足 投資不足 在正常的西方操作上 這些情況是最需要QE的時候 消費不足 投資不足 都是錢不足 如果錢很多 大家便願意花錢 大家便有錢去投資 在這個時候 我其實都說贊成是要量化的 始終是要來一步 但現在 好像這樣做政治上不正確 便一直拖著 一直拖著 我不算很熟 這些金融的操作 我知道一般量化 就是 聯儲的唯一央行去買債 買債 就是西方的做法 現在它就不買債 它自己的債 是一樣的 你也是要付錢去的 因為無論借 你不會想賣 你是不是要賣點錢 所以他說叫借債 其實是避免政治上的一些 避免完全一樣 操作原理其實是一樣的 後來你的錢多了 先生你擔不擔心 這個方向可能會 我不是擔不擔心 我其實是主張量寬的 支持量寬 外地其實不想量寬 他的說法就是 不想大水猛灌 即是 吐出來的水 周圍掩蓋 需要灌蓋的田又掩蓋 別人的貨倉又掩蓋 田車又掩蓋 有些是浪費了 有些是破壞 所以他說不用大水猛灌的方式 但如果你不用大水猛灌 你每一個行業 每一類型的機構 你都要有些獨特的處理方法 精準的處理方法去處理 因為針對個別行業 個別機構的具體政策 遲遲不能出台 大規模的放水 又不做 我認為這是造成 經濟復甦的慢速動力 慢了 有時危急的情況下 真是 特斯特班 真是大水猛灌 美國2008年不是大水猛灌 同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收購接近所有的大運河 疫情是一樣的 疫情明明美國是想收的 收了幾年都是收到幾千億 接著一個COVID 會不會馬上幫你 即是不會有任何的心理負擔 要做就做了 當然這樣做當然有成本 但現在不夠的成本更加大 國內有一個說法 就是大陸過去這麼多年發展 出現的情況就是 一放就亂 但一收就死了 亂好過死了 亂好我們可以慢慢去處理 我都非能造成的先生 其實應該量化是好一點 例如內地的政策即使是慢一點 但也有傾向會放水 會不會擔心人民幣 接下來的幣值都會好像日圓那樣下跌呢 先生擔不擔心呢 我覺得 剛才說日本政府實際上也想日圓跌 大陸政府現在 都未必很想人民幣升 如果人民幣下跌就要出口更容易 現在經濟復甦對製造業的依賴都大 製造業的方式就是增加出口 即是西方都說它產能過剩 有一個時期 西方主要說它幣值過低 現在就 即是它是有需要讓人民幣低一點 即是有些說人民幣的大陸怕失控失信 其實人民幣其實大陸政府是有外匯管制的 基本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 那個少少上落不會真的影響那麼大 所以我認為都是中央政府看著調教 我同意的先生說法 樂觀其成內地都可能是想去跌一跌人民幣 認真說每個國家當然是想有風衣足食 然後又沒有通脹 然後是錢不用還的 但你是沒有這麼原理的 我們就是想想國內的多武之急是什麼 那多武之急就是經濟要重拾升軌 因為很多行業都出現了很多問題 即是減薪、失業在國內 過去中國大陸的20年是沒有出現過的 年年加工我們回大陸工作 年年加兩次、三次 雙位數字加的 這兩三年就開始工資有矮 所以這個經濟的壓力 其實對民間社會的影響都很大 所以我想他們的首頁目 其實都真的要重新 我們經濟的動力要增強 否則就會衍生了很多其他問題 那你說匯價 我覺得匯價雖然 只要不是過分地急跌 其實我覺得是可接受的 但是你想想今年人民幣雖然好像貶值了 大約貶值了2%左右 但如果我們看回美匯指數 其實美匯指數今年升了4-5% 因為主要因為日子跌了 我之前說過 但其實人民幣相對是強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透過人民幣弱一點 可以排製造業更好 即是更強一點 其實應該是好的 如果你們看最近的PMI 有些朋友都會問 國內PMI好像不是那麼差 但我想說其實整體的國內 就是出口 即是陳斯特說得多對 透過希望製造業務出口 支撐多一點 但整體現在國內的情況是充滿挑戰的 所以應該是刺激出口 人民幣弱一點 應該可接受 說到經濟有挑戰 其實香港經濟也有挑戰 最新香港5月零售數據就遠順於預期 零售管理協會的主席 謝邱安怡指出現在零售市道香港 比航東更加嚴峻 建議業主減租三成 減租三成以我的印象 我都好像在香港沒聽過 施先生你經營了這麼久的資產代理 有沒有面對過那個情況 真的是業主會減租三成 是不是很嚴峻的情況才會這麼做 如果說旺區 譬如尖沙咀和羅環那些以前的遊客區 租金和高峰期跌了何止三成 一半 六成七成都有 已經調整了 調整了 當然你說再選對於做經營零售業的人 當然是想 但是對於業主來說就不想 而且每個店的處境不同 除了社會主義國家 政府落命令一次過選幾多成之外 香港是港就行 都是自由市場 建議 我最近有些店舖續租 即是主動選三成的給他都有 即施生力旗下的店舖 但是也有些不用選這麼多的 因為之前的租約已經選了 現在這次就不用選 選一整個租客和異族租也有 各個店舖處境不同 自由市場的特色就是 真是各個店舖 各個租客 按照他們自己的情況去討價橫價 是否平均要跌三成呢 我相信很難說一殺那就跌到三成 應該說每一個租客各顯神通 有本事就捏他五成 也有些媒體或分析做一些報道 我認為市面上吉舖或租不出的舖 似乎在觀感上都是越來越多 在以你的數據或以你的了解 其實近幾個月 即是工商舖或商舖 其實交投或租金走勢 是否都沒有改善 比起兩年前應該是有改善 比起去年疫情過去 因為很多人從新上一展大熱的時候 現在就有些失敗了 所以有一部份的舖是有災空置 但是整體來說的情況應該好過疫情期間 租金會否仍然是各顯神通 但是整體來說會否仍然有壓力大 或是? 鋪位租金的壓力沒有寫字樓的租金壓力那麼大 寫字樓的租金仍然下降 鋪又一個個 嗯 說完鋪 說完寫字樓 我最必要說住宅 先生 花旗剛剛出了下半年環球投資前瞻 雖然今年美國下半年減息的膚升很高 但是他們仍然維持著 他們仍然維持著 香港樓價今年按年是會跌百分之十的 先生你認為 因為我記得你提過 就是你認為今年樓價 如果是年頭和年尾 應該都是正數 你會覺得花旗這個預測 會不會太悲觀呢? 對下半年的樓市 剛剛已經到七月了 有沒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看眼前是下跌的 但是我還是看反覆靠穩的機會是有的 因為香港剛才說住宅樓價 即是舖、寫字樓 我剛才說都是在調整 但是住宅其實是供應糧不足 那麼租金是上升的 租金上升也是市場實際需求的一種反應 那麼現在住宅的租金已經去到三厘個外 而銀行存款的利息 港幣都是四厘頭的 那麼已經是很接近的了 那麼我認為市場就不應該看得太差 即是香港的樓價 其實2021年見頂之後 第一 二年跌15% 二、三年跌10% 是在縮的 今年如果跌 應該都跌不夠10% 如果你有兩個因素 我說下半年還有可能出現的 一個就是減息 另一個就是中國經濟的動力增加 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 我維持下半年出現峰回路轉的機會 是 就不需要看得太悲 以及實際上 那個投機因素 投資因素 在香港住宅市場是不重的 那麼它跌下去的速度是有限 它都會增持一下 跌一級就會增持一下 就未必真是直線拆下去 鷹先生 如果內地大上晚館 應該香港樓市都會受惠 我相信大陸很快會感受到 它要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效益 它都是要在某些地方支持香港 它現在已經在消費上已經有支持香港 但是在投資上樓價上支持香港 對香港帶來的好處更加重要 因為如果真的通縮、樓價下跌、對投資信心 那為國家帶來的損失會更加大 所以回答一下下半年 大家可以看看會不會有新政策推出 樓市、股市都有一個新的走勢 那麼我們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大家記得喜歡我們730節目 Like、Share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每星期都有股壇事件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